吹勇老师的popping的质感 因为我可能喜欢这种 popping味重一点一点 然后我会比较喜欢 带rolling多一点的 然后会有一些 小的创意在舞蹈里面的一些 舞者 果然 猜对了 齐佳琪在这么小的年纪 能有这么好的pop质感 然后isolation 能够做到这么好 然后对音乐的切分 也做得特别好的 是很难见的 没反应过来 我是下台之后 我才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 就这种感觉 当时她给我东西 老师给我送东西了 好好好 谢谢老师 这样就接了 女孩是国家队的 应该她 她自己学的 她挺励志的 这女孩特别好 对 佳琪是跳得又好 对吧 然后又很努力 天赋也很好 对 对 在2017年的时候 HHi 排品单元她拿了冠军 2019年她就拿了HHi的世界亚军 2020年她也是DDRS的 今少年的成为冠军 我只是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 让大家记住我 就是我能真正的 把我自己跳舞的style 然后呢 一看哦 这是习佳琪 跳puffin的风格 跳hiphop的风格 就是留在这个舞台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憧憬 所以说她能给我毛巾 我还是特别 特别感谢 还有她喜欢我的点 就是她说 她觉得很喜欢我的舞台 一些特别的厨艺 我觉得 我很感谢她能看到这些 对 好比三个人 太多了 太多了 没有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大家不要起来 好 这样啊 我来呢只是摊班 我看你们毛巾真的挺少的 我要来摊班呢 我要是带着礼物给大家的 带着礼物 对 对 有一个毛巾的名额 好吧 现在一共有十条毛巾对吧 对对 我现在送给你一条毛巾 再有一名巾 好吧 加油你们加油 so now is 11 time bonus yeah bonus yes 你们继续我去下一组看 好 好 根哥常来 常来就朝有毛巾去吧 哈哈哈 你好 太难了 太难了 知道 时代大少年短 对 好加油 天腾心呢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一个队长 选人的时候他还比较看重一些音乐的契合呀还有舞者的每一个动作的一个质感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晰的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晰的 比较清晰的我们安东国人有个战略八点的专场赛的 调仔饭队长他就是这个文化出来的人 所以厉害比我一定会到调仔饭这里 有文龙 有阿芷 文龙跟阿芷他们都是国内现在体育竞技比赛上面是第一第三的成绩 然后又那个红牛冠军 所以调仔饭这一组是地狱组 比我的第一组 我们可以看到陈洛凡 陈洛凡 好 B girl 我们有一个B girl 金华代表队16岁选手陈洛凡 获得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霹雳虎鱼子甲组的冠军 第一个B girl 请你介绍一下 老师好 我叫若凡 来自福建福星乔县街舞团 我是一名B gir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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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做超过的 巨兄来看一看 fighting 加油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我准备有一点感激的 因为我认为BREAKING 我感觉缺乏出了猫的女孩 认为她选择部长 因为看到BREAKING是一个美国人的 就算成为阻谍一样的 因为觉得BREAKING是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Liroc,让我们 这次怎么会想到来这一届 第三季参加完以后 我去揍手术了吗 恢复加福建 用了大概一年半 我想说李帅 你这个节目参加之后 要尽快去看你的膝盖 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跳舞的话 你真的要看你的膝盖 把它当回事真的 这次来主要也是想 就证明给大家看 虽然我输入大场 但是我还一直活跃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活跃在这个赛场上 这是参加的 对 因为他在讨厌 出现显 所以 在什么事 如果你敢想 你确定我 那我 让我关心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诶 杨茜 帅 给了 谢谢 谢谢 你没给 我的天 我感觉他是B-Boy出身 他对B-Boy还挺严格 有些B-Boy会只做动作 或者做力量 我感觉有很多人 他们只是尽量过来 大声 来了 不过来 我会会看到 meu beijo